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行民事婚礼并领养孩子 在同性婚姻法获得通过两年之后 同性婚姻的离婚案也越来越多 两年前也就是2013年的4月23日 法国国民议会在就同性婚姻激烈政变了136个小时之后 其中还夹杂着激烈的抗议示威之后 以331票赞同225票反对的结果 通过了备受争议的同性婚姻法 为同性婚姻举办民事婚礼和领养孩子铺平了道路 成为世界上第14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 从2013年5月同性婚姻法得以颁布实施之后 法国共有17500对同性伴侣走进婚姻的殿堂 虽然其中大部分都依然过着恩爱幸福的日子 但是走进法庭要求离婚的也开始越来越多 一位以同性婚姻离婚式为赚长的巴黎女律师表示 目前在法国还说不上有大量同性婚姻要离婚 但是他本人确实已经有了一些同性离婚案件 他表示目前要求离婚的同性伴侣 还属于首批要离婚的同性伴侣 自然引发关注 就是法院的法官 在面对同性婚姻离婚案件时 还感到不习惯呢 不论怎么说 在法国要求离婚的同性伴侣越来越多 甚至已经有一个专门的网站 叫做divorcegay.fr 在这个网站上 传递着有关同性离婚的各种信息 同时也有100多名律师在这个网站上登记 声称自己有出离同性离婚的专业法律能力 据那些接受同性婚姻离婚案的律师说 目前法国的首批同性婚姻离婚案 还不是闹到不可开交的离婚案 当时的双方还都算相对比较平静 他们对离婚的处理也都相对比较理性 一位马赛的律师告诉巴黎人报说 他正在处理一对女性婚姻的离婚案 他说他的当事人当时结婚 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孩子 他们后来又分居了 现在他们虽然通过他申请离婚 但是两人都要求继续是 这个孩子的法律承认的家长 一位有三个同性婚姻离婚案件的律师 告诉巴黎人报说 他的当事人都是很不年轻 但是都是结婚时间不长 婚姻还算不上成熟的人 他的当事人中 有的曾经喜欢的是 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 然而双方又都是讨厌 天天都是过同样的日子的人 有的是老早就在一起的同性伴侣 相互之间已经没有了太多的热情 他们本来希望通过结婚 让感情再度加深 不过婚姻并没有解决问题 因此来找他离婚 还有的是因为双方年龄都比较大了 涉及到财产问题 争论也比较激烈 最终前来要求离婚 自从法国领布同性婚姻法之后 已经过去了两年的时间 就同性婚姻的离婚情况 人们知道的是 同性伴侣走上法庭 要求离婚的案件越来越多 人们也知道 第一宗同性婚姻离婚案发生在同性婚姻法 半步仅仅半年的时间 但是两年来 到底有多少对同性伴侣 在结婚后又要求离婚呢 目前还没有官方的数字 但法国国力经济统计研究所 还就同性婚姻的其他方面进行了统计 根据法国国力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数据 在同性婚姻法 于2013年5月份颁布之后 到2014年12月底 共有17500对同性伴侣 举办民事结婚仪式 其中2013年 有7500对同性伴侣结婚 而2014年 则有一万对同性伴侣 走进婚姻的殿堂 而且2014年的同性婚姻数量 占当年法国民事婚礼总数的4% 2014年 法国的民事婚礼总数是24万1000个 2013年和2014年 法国共有17500对同性伴侣 举办民事结婚仪式 这个数字是不低的 分析认为 这应该是同性婚姻法 刚颁布的效应 一些长时间以来 就结合在一起的同性伴侣 他们早就在等待着同性婚姻法的通过 所以同性婚姻法 已经半步 他们就快快的结婚了 所以分析认为 就今后长期来看 同性婚礼数量 占法国总婚礼数量的比例 到底将是多少 目前还难以估计 至于同性婚礼中 有多少是男性同性婚礼 又有多少是女性同性婚礼 就此 法国国立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数字指出 2013年举行的同性婚礼中 59%是男性同性婚礼 而在2014年举办的同性婚礼中 54%是男性同性婚礼 这个比例 也和法国的同性伴侣的人口组成相一致 在10对法国同性伴侣中 就有6对是男性同性伴侣 那么举行民事婚礼的同性伴侣 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 根据法国国立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数字 2013年结婚的男性同性伴侣的平均年龄是50岁 女性的平均年龄是43岁 这个年龄和异性伴侣相比要大得多 异性伴侣在结婚时的平均年龄 男性为32.3岁 女性为30.5岁 另外法国国立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数字还显示 2014年结婚的同性伴侣的年龄差 要比2013年的小 其中结婚的女性同性伴侣的年龄差 2013年时是5.4岁 2014年则降为5.1岁 至于结婚的男性同性伴侣的年龄差 2013年是8岁 2014年则降为7.4岁 法国国立经济统计研究所 就同性婚礼所进行的统计还显示 在法国共有6000个市政 为同性伴侣举办过民事婚礼 2013年有3560个市政 至少举办过一次同性婚礼 2014年则有大约4000个市政 至少举办过一次同性婚礼 两年的时间中 至少举办过一次同性婚礼的市政 数量是6000个 要知道 法国共有约36000个市政 另外 尤其是住在大城市的同性伴侣 喜欢结婚 2013年 近四分之一 23%的同性婚礼是在人口超过20万的大城市 举办的 其中 有近14%的同性婚礼是在巴黎举办的 而异性婚礼中在人口超过20万的大城市举办的只有9% 还有法国的法律规定 如果一位市长拒绝为同性伴侣举办民事婚姻的话 就有可能被判处5年的建议图刑 再加75000 欧元的罚款 所以那些即使反对同性婚姻的市长们也不太敢不办同性婚礼 最后就女性同性伴侣的在结婚后 如果一方提出申请 要求领养另一方在国外通过生殖技术生下的孩子 95%的申请都得到了批准